那 那 那是個年輕的小 突然轉音耶 對 我就跟你笑一下 RMV的歌手 RMV高級技巧耶 RMV高級技巧 結果發表前15分鐘 有夠緊張 現在呢 補妝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耶 說真的 而且昨天睡眠品質不好 對啊 完蛋 忙完到家又練了一下 六點才睡 然後那個高音還是不知道 Teach在哪 還是沒辦法 還是找不到他 蘋果交代的 我把那個唱準的傳給他 然後他說 聽起來有點奇怪 我聽起來都不知道 到底是真的是這樣還是不知道 然後今天那個蘋果交代的B計畫 B計畫為什麼可以 現在可以公布一下吧 B計畫就是 請人家幫我代唱 但我應該不會做這件事情的 因為畢竟 忘記不知道怎麼唱的時候 麥克風怎樣 交給下面 遞給人家 遞給人家 對 然後跟演唱會一樣 幫我一起唱 不會 好像可以喔 好像也可以喔 那你要先來試唱一遍了嗎 很重要的 明晴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讓我摸到你的溫暖的臉 感覺有點緊張 很緊張 超緊張的 明晴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讓我摸到你的溫暖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正經正面 靠近的夏天 滴到年睡覺 安心地睡覺 在我心裡面 靈靜的夏天 在我心裡面 直到年睡覺 安心地睡覺 在我心裡面 靈靜的夏天 錯過了 靈靜的夏天 明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点点 心里头有些思念 思念着你的脸 我可以假装骗不见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我摸动地满温温的脸 那时的明天到夏天 你来到明天到明天 吃了夜睡了 安心的睡呀 在我心里面 宁静的夏天 吃了夜睡了 安心的睡呀 惨了 我觉得你有克服 你声音有上去 真的吗 你声音有上去 在我心里面 宁静的夏天 天啊 我真的有克服吗 因为我看他歌子 我也那两句的歌子都忘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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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明镜的夏 突然转音耶 对 我突然我就跟你笑一下 RMV歌手 RMV高级技巧耶 那个是 那 是个明镜的夏天 你来到明镜的那一天 还是我就 那 那是个明镜的夏天 你来到明镜的那一天 好烦喔 而且还不是RMV 不是RMV 不是那样 主来一口 主来一口 我觉得有音乐我好像唱得比较好 可以 我觉得 你觉得刚刚有点过可以吗 我觉得有 我觉得有 有 那个feel 对 因为我是从第一集就看到了你现在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唱得很好很厉害了 我觉得他给我的爱与芳容好大啊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会 如果之前我穿过你唱歌的人 就会知道 都会吓到 真的假的啦 都会吓到 好 还可以喔 还可以 好 我要去升一下水了 好 等一下就是 成果发表 成果发表 然后会再练习一下 然后再成果发表 把那两句再练手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每一次他都会直接进场 但我都会等他一下 那一句我也要再听熟悉一下 好 现在几分钟 倒数七分钟 好 这样默默的练习一下 因为这是没有跟大家公开的一件事情 所以等大家全部都入座的时候 我才会突然开始这篇诗 好 加油 好 要放松 听众说我要放松 努力 自己立法 你还就躺在地方唱这样 躺着 直接躺在地方 最放松 最放松 好 好 我们就拭一弹 拭一弹 拭一弹 现在要开始了 你可以吗 可以 你现在没办法说不要了 好 快上去放上去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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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还有要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让我们全身都华抖 因为 我要 唱歌给他 不要 好! 恭喜! 這是我的陳發! 你們不要這樣! 這是我的陳發! 好耶! 好嘞好嘞 好嘞 好嘞 靈晴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遲到讓我摸到你的溫暖 的臉 吃了也睡了 愛心的睡了 在我心裡面 寧靜的夏天 吃了也睡了 愛心的睡了 在我心裡面 寧靜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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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我可以假裝看不見 你會偷偷的想念 遲到讓我摸到你那溫暖的臉 寧靜的夏天 那是個寧靜的夏天 Downtown you 醒靜的夏天 吃掉的睡了 安心的睡了 你還我心裡面 寧靜的夏天 加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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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樣 沒有這種東西了 好了好了 就這樣了 就這樣了 我的懲罰 你不會這樣嗎 不行不行不行了 不會這樣 這是同學 不行不行 好啦這就是 不好意思 因為這是我影片的一個企劃 所以利用今天都有一個懲罰的概念 我也不知道你們聽有沒有覺得進步 希望是覺得有帶遠的聲音 好 什麼時候結束了 對 算是中途到一半 但是懲罰已經先結束掉了 在唱之前非常之緊張 然後我已經不知道我到底唱得好不好 反正我就是動來動去 因為我實在沒辦法在很熟的大家面前 好好的 正經的把一首歌唱完 我不行 表現還不錯 還不錯 還可以是嗎 你後面聲音有上去 有標上去是不是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還算欣慰 我可能要等看到影片之後才知道 我到底唱得好還不好 所以我沒辦法知道 所以就等裡面出來的時候 我再好好聽一下 究竟我唱得好還是不好 就只能這樣了 今天整個活動全部都結束了 中間的話好像是沒什麼特別拍攝 因為就畢竟是我們的聖誕節的活動 當然這支影片的話主要就是在於 結束了音樂唱歌這個企劃 後面的一個小花絮 想說藉由陳發的方式跟大家 表演一下我的歌喉 但是突然發現 可能真的我不適合現場 因為我在蘋果面前 我覺得我唱得還比較好一點 但是現場的話我不知道 就是那種壓力的情況下 我沒辦法好好演戲 有啦 進步很多了 對 還是比我 我覺得沒有0分10分都還OK啦 起碼還有30 40 50 合格嗎 有啦 可以啦 好啦 就60分合格好不好 60分合格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了 好的 那這次的花絮花差不多就到這邊 那麼我們這次的企劃呢 也就是Raby行不行絕對有問題 音樂唱歌片就在這邊畫下句點了 之後會有其他的這系列的企劃出來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囉 還沒訂閱的記得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接收第一首的消息了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